噴口水 叫我笑话 大家 哈喽大家 刚期视频的时候呢 我有问过大家是想看爱用品 还是想看一个聊天类的视频 那我看了一下评论和弹幕 发现想看爱用品的人比较多 这次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个月以来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些产品 主要是以化妆品和日用品为主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因为彩妆的部分比较多 所以说我就先从彩妆开始讲起 滋生糖的防晒霜蓝色管的安耐晒 就是敏感肌肤试用的 SPF35PA三个加 跟他家精管的那个安耐晒的质地完全不一样 洗出来呢是透敏感的这种乳液的质地 推开你会发现乳化油上脸完全不会泛白 有一种油润感 很像你在擦护肤油在脸上的感觉 所以说如果你是很介意防晒霜会泛白的话呢 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 而且我觉得这个质地是很适合秋冬季节去用的 就是说这个我很喜欢 Juay的这支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呢是我看K妹推荐的 这个是它的Holy Grill 就是目前为止用到的最爱的遮瑕膏 我的这个色号呢是Cram 这个色号是跟我的肤色比较贴合的 稍微有一丢丢的提亮效果 像我今天的底妆呢就是只用了这支遮瑕膏来完成的 跟我的脖子其实没有太大的色差 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轻薄一点的底妆 像我的话如果已经用了底妆就很少很少会再叠加一层遮瑕膏 除非是我有很大的痘痘那种是要遮一下 这个遮瑕膏呢我每次的用量也很少 大概就是在眼下法令纹 还有额头鼻子跟下巴这里稍微点几下 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质地是比较稠的非常好拍开 拍开之后呢就是一个奶油肌的感觉 肤感也是很好的 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是完全可以替代底妆使用的 这个出来的颜色其实跟我的肤色也很接近 黄100或者黄1.500都是可以用这个颜色 削点呢就是它不是特别的持久需要定妆 这个是我十一回家之前收到的 十一期间就在家里试用了这个遮瑕膏 当时我带回去的那个Cat Von D的粉饼就快用完了 它的定妆力就不是特别好 到了晚上会有明显的脱妆的情况 但是现在呢我就把它全脸好好定妆 它就非常非常持久了 所以说这个遮瑕膏我很喜欢 那说到定妆呢我就最近入了一个 It Cosmetics Bye Bye Kors的这个粉饼 首先它这个包装跟NARS的包装一样 就是指纹收集系 这个粉饼是不分色号的 它是透明色 带一点点的黄色 拿它来跟我之前用的Cat Von D的粉饼 来做一个对比好了 Cat Von D的粉饼呢 粉质会比这个要细一些 这个的粉质我觉得不能说是特别细腻的那种 但是也不会说特别粗糙吧 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定妆力非常强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很控油 那我呢因为是混油皮嘛 所以说我的T曲油 尤其是鼻子附近这一块出油是非常严重的 像我用一般的散粉或者粉饼定妆 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都需要补一次妆 不然的话我这一块就看起来油油亮亮的 用这块粉饼几乎不需要补妆 一整天下来鼻子这块还是有出油 但不会是那种大爆油的感觉 顶多能看到一点点油光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控油能力非常强 因为它的名字叫Bye Bye Pores 那从毛孔遮瑕的能力来说 我觉得它也有七八分 但我觉得Cat Von D的那个毛孔柔胶的效果 会比这个更好一些 那它自己呢是有配一个小刷子的 我觉得扁扁的刷子来定妆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我就配了一个这种小粉铺 也是Mickey Plum的 上支视频里面推荐过它家那个方形的粉铺 这次呢我是配了一个这种圆形的毛孔柔的粉铺 我觉得这种粉铺用来定妆会更方便一些 那为什么之前不用这个呢 是因为Cat Von D的那个粉笔壳子比较薄 所以放不进这个It Cosmetics的这个 就可以放进去 然后可以盖好 感觉自己在给它做广告 它家粉铺我觉得真的是质量很好 然后很好用 外出鞋带用它来补妆的话 就会直接用这个粉铺占取这个粉笔 轻轻地按压在需要补妆的地方 但是其实基本上都不太用得到 因为真的不怎么需要补妆 NARS的这个双色眼影 它家这个双色眼影改版了 现在是这种方形的 现在的包装变小了 它现在这个包装的特点呢 就是它后面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把它里面的眼影拆出来 它是一个这种磁吸式的 新包装稍微变轻了一点 就更方便携带了 那我的这个色号呢是圣保罗 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蜜桃珠光色 还有一个哑光 吓死我吓死我 里面的配色呢非常温柔 是一个蜜桃珠光色 加上一个哑光的米棕色 我今天的眼妆呢 就是用这一盘来画出来的 我觉得就是非常日常 非常温柔 手上的另一盘是它家老板的 是Nordura 叫什么爱情灵药吧 这一盘呢 其实我的使用率没有那么那么的高 它的优点呢 就是右边这个颜色非常的消肿 你用它可以增加你的眼睛的深邃度 但是这一盘的颜色非常非常之深 除非你是可能喜欢画烟熏妆 那你可能两个颜色都会用到 像我的话眼妆算是比较淡的 所以说我一般的话就只用到右边这个颜色 左边这个深棕色的话 我就会用它来画眼线 我刚刚在手背上给大家试了个色 你们可以看到这两盘色系的差别非常大 这两盘的粉质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点差别的 圣保罗这一盘它的粉会压得比较松散一些 稍微有一点点的飞粉 但是爱情灵药这一盘就是完全不飞粉 这个盘我也从来没有说去擦过 它里面就是这么干净 你每次取粉的时候它一点都不飞 我不知道是因为新老版本的差异 还是说因为色号的差异 看你日常的妆容是哪一种类型吧 如果是比较温柔可爱的话呢 就选圣保罗这一盘 比较浓一点偏欧美的话呢 就选这个爱情灵药 收到眼影顺便给大家推荐一支眼影刷 买了挺久的 但是因为最近使用率特别高 所以说专门拿出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洛丽塔的10号刷 典型的火苗型的刷子 你可以用它来作为大面积的铺色 也可以用它来作为蕴染 甚至可以用它来当鼻影刷或者高光刷 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万能的刷子 像我的话呢 我最近就会搭配这个圣保罗这一盘来用 会先用这只刷子取这个米棕色 然后大面积的铺在眼皮上面 再最后用手指占取这个蜜桃色 来叠加在眼头还有眼睛中央 就是非常新手适用 然后完全不会出错 不需要任何技巧的一种画法 那这个刷子呢 我觉得功劳也很大 刷毛也很软 你们看我已经洗过很多次了 但是它都是保持着这个形状 也完全没有说榨毛 它家的刷子我买过几次 我觉得质量都很不错 跟大家推荐一下 然后呢是一款睫毛类的产品 就是UNI的这个睫毛膏 它家的产品就近两年还挺火的 很多人推 但是这个睫毛膏是我用下来最喜欢的一款 超级细的这种刷头 它有点像越湿风银的那个极细刷头的睫毛膏 越湿风银的那款因为我没有用过 我只用过这个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第一它能够把你的睫毛刷出根根分明的效果 而且能让它非常的纤长卷翘 涂它的时候我是不需要擦任何的睫毛打底膏的 它都可以让我的睫毛卷翘一整天 它的这个膏体也挺神奇的 就你刷在眼睛上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刷东西上去 但是它就是能够打造那种根根分明的效果 其次呢就是它用来刷下睫毛 非常非常的好用 像我的下睫毛是那种贴着这个下眼睫长的 所以说非常难刷 就我之前尝试过很多种睫毛膏 都没办法去刷我的下睫毛 所以说到了后来我基本就不刷下睫毛了 因为每次刷的话就会在底下这里糊一片 但是用这个睫毛膏就完全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但如果你是喜欢浓密的睫毛膏的话 那就不要买它 因为它完全刷不出浓密的效果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刚刚有一个忘记讲了 就是直寸秀的这个砍刀眉笔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我多做介绍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的这个色号是Hard9 天生的这样一个灰棕色 它的这个鼻心的软硬度掌握得非常好 像我的话我的画眉技术真的就一般般 但是我觉得每次用它画出来的眉毛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你看它在手臂上其实不怎么上色 所以它的失误率就会很低 你在画眉的同时它也在梳理你的那个眉毛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需要削 之前也在微博上讲过 就是我拿去专柜削 结果那个柜姐不给我削 它说一定要是在他们专柜买的才能给削 我就一气之下拿回家自己削了 削成这个样子 有点丑 但是我觉得也能用了 这个眉笔非常喜欢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比较偏日用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一个漱口水 上期空瓶剂里面才推荐过它家水果的漱口水 我又买了它家茉莉花茶香味的 我已经快用完了 就我觉得它家漱口水是非常温和的那种 它这个上面也写着就是不含酒精 不像其他的漱口水 用了之后会辣嘴巴 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长期回购 我它家的这个漱口水 那这个茉莉花茶味呢 就真的很像茉莉花茶的味道 就是有一种茉莉的清香 我觉得这个味道我还挺喜欢的 像我的话一般吃完饭 然后就会用一下这个漱口水 我简直太生活化了 居然会在我的频道推荐消毒水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微露式的消毒水 它家普通的消毒水呢 我放一张照片在这里 这个呢就是我买它家那种大罐的消毒水送的 它家普通的消毒水 我觉得比较适合拖地呀 或者你擦拭宠物用品 消毒水的味道会比较大 如果你用它来洗衣服 衣服上会残留那个消毒水的味道 但是这个消毒水呢 好像是一个什么新加坡版的吧 柠檬味的 它的味道是挺挺清新的 有点像柠檬味汽水的那个味道 像我如果平时需要给我的床上用品啊 或者衣物消毒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 双十一的时候应该会囤货 最后一个要推荐呢 也是一个衣物类的 它是金坊的这个衣物流香精华 之前的话应该是有跟大家推荐过 当尼的那个衣物流香的那个宁珠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用 我比较喜欢当尼的那个味道 用过两盒 一个是绿色的 一个是紫色的 两个味道我都非常喜欢 但是那个宁珠真的用得很快 如果我每次洗衣服都放的话 大概两三个星期吧 就能用完一瓶 但是金坊的这个用量很省 因为它的味道非常非常非常香 像我洗一桶衣服 我每次只要挤一点点 按压这个瓶身一下 我的衣服可能在外面晾个两三天 然后又收进衣柜放个三五天 之后拿出来穿 都还是会残留这个味道 那我的这个味道呢 是红玫瑰加小豆蔻的 我不太会使用香味 我觉得就是那种花香味 还挺好闻的 那是我八月份买的吧 现在用了两个月了 大概还剩个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样子 缺点呢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香型可以选 我记得它这个好像只出了两个味道 它这个上面也写了 24小时持久留香 我觉得它是不止留香24小时的 希望它这样能够出更多的味道 我应该会持续回购 OK那这次爱用品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看到最后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这次你们最种草的是哪一样产品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